晚上好 宝宝们 今天呢 刚入手了一款这个 模拟大宝传代价的拆拆了 是这种卡纸的 这些东西都是里面 自带的一些卡纸什么的 每一张都看着超级的可爱 蓝色 紫色 分色的 这个是双面胶的贴纸 这个是颜色 还有这个大小的那个变号 这些就是美甲的款式了 美甲的款式一共是有两张的 这个就很不错 我们先把这些美甲呢 带一个个勾下来 美甲呢 是已经全部齐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装住那个小卡包里面 先来保装一下这个蓝色的 把多余的边呢 我们弄掉 折变了 对 应该每个就是这样的包装的 超级的可爱 现在呢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上面贴住那个热面胶 第一幅的话咱们先把这个发彩的给它装进去 外个的方向 这样看真的好太单调了 所以说上面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再贴一点装饰的 第一步的话我们装扮成这样的包装就是可以的 然后再把它装好 这样就可以的 一个挺好看又可爱的穿带夹就是 打包好了 对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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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雞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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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六款呢 已经全部都装好了 我们再把上面 分辨贴入他们的那个 大小号 SML 这个S的 L 贴到这里吧 好了 咱们的六款专家呢 都已经打不好了 最后再装上这个 东敏的袋子之后 就可以打包 打货了 然后再 一个的装进去 这样就是好了 好了 宝宝们 在门卡尺的传代价打包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蜇猪的话 会给你们出 真人的传代价制作的过程上 还有打包 大家期待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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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